大家好 又到了吃飯的時間了 今天我們來到台北市大隻 萬豪酒店二樓的MAX鐵板燒 這家鐵板燒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一家餐廳 那它的特色呢 除了它的東西很好吃之外呢 它還有兩人 四人 六人 八人 十人的包廂 而且呢 它還是無添加物認證的餐廳 那今天呢 我要犒賞我辛苦的員工 所以就帶他們一起來吃飯 那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進去吧 我們剛剛菜點完了 那現在呢 第一道一開始 西餐嘛 都是仙上面包 這個是現煎的布里歐麵包 超級軟 超級香 這個用手撕 它現煎的 全部都是奶油的味道 好香 再來第二道呢 是湯瓶的部分 我們今天點了兩種糖 有白蘿蔔濃湯跟蘑菇濃湯 那我們現在先上的是白蘿蔔濃湯 我現在就來試喝一下 整個全部都是白蘿蔔很甜的味道 完全沒有任何添加物的味道 很天然 接下來呢 我來試喝一下第二種的湯品 蘑菇濃湯 無添加物純正天然的蘑菇濃湯 全部都是蘑菇的香味 好喝 接下來這一道啊 是我單點的草蘑菇 因為我看那個 他們四個人都很餓 所以我單點了很多東西 那這個草蘑菇的裡面有 就是簡單的青草 大蒜 椰根 蘑菇 那上面綠色的是芝麻葉 我現在來試吃看看 就是很天然的草蘑菇的味道 接著都好喝 接下來這一道呢 是我單點的熱錢菜 他是香煎生蠔 那它下面呢有搭配粉豆 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蒜片 还有虾乙葱 然后呢它的酱汁呢是三椒酱油酱 我现在来试试看 软Q的生蚝 这个生蚝很甜 就很像大海的味道在嘴巴里面包开 好吃 现在这个呢是我单点的起司片 铁板煎起司片 它用的是哈马森起司 很香 我来试试看 很脆 因为它煎到很薄 你吃那个起司的时候 不会腻 很刷水 你们一直吃一直吃 它这个铁板煎起司 起司片啊 不能太高温的铁板 大概200度 然后呢用整块的哈马森起司 在上面 撸过去 然后再用铲子把它铲起来 那它那个选用哈马森起司的原因 就是它的起司的油脂不能太多 这样它才可以黏在铁板上面 现在上的是第一个主菜 龙虾 它是 童虎的龙虾活的 然后呢 底下有豆苗 还有绣针菇 那它搭配的酱汁是南洋风味的拉撒酱 我来试试看 它这个龙虾很新鲜 直接 叉子一碰它就 跟那个可分离 我要试试一下 肉质很Q弹 很甜 好吃 再来的呢 这个是培根蛋炒饭 而且呢 它里面有加刚刚和牛切下来的油 一定很香 我现在 光闻到味道 就又饿了你了 我把用盐语来形容太好吃了 好香 食酥的部分呢 食酥的部分呢 今天的食酥有 糯米椒 丝瓜 地瓜 嚼白水 然后还有搭配的是味噌酱 然后上面那个这个白色的呢 是夏威夷豆磨成粉 看起来是不是很天然 全部都是蔬菜原本的味道 很鲜甜 而且可以去除刚刚和牛啊 其他肉类的油腻感 这一道呢 这一道呢 一样是单点的压干 它旁邊有搭配的是 旁製的金棗 廚師剛剛封了這個金棗很費工 要煮很久 然後還要醃漬 總共花了一天半的時間 那這個上面 這個黑色的是植樹葉 然後還有義大利的酒醋 味道好香 整間都是壓乾的味道 我來試吃一下 你看切下去那麼粉嫩的感覺 因為壓乾在嘴巴裡面入口即化 好吃 最後一個我單點的辣炒牛筋 它基本上是一道下韭菜 它的味道會比較重 那我吃吃看 它裡面有搭配蔥、辣椒、蒜頭 就是很傳統的快炒方式 牛筋的味道很焦香焦香的 如果有喝酒的啊 真的很大 我們好喝酒 就說了 喔 對 嗯 對 好喝喔 好喝喔 對 哇 enfim 很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上的是第二个主菜 伊比利猪 那搭配的呢 有胡椒盐 大蒜片 还有大蒜酱 我们先来试一下原味 它这个伊比利猪啊 是没有到全熟的 应该会很嫩 我来吃吃看 没有猪肉的包味 然后呢 因为它外皮煎得焦焦的 那你咬下去它那个猪肉的油 会在你嘴巴里面爆开 很香 很好吃 那如果呢 你原味吃过了以后 想要吃口味比较重的 你可以搭配 它的胡椒盐 或是大蒜 就是大蒜酱 都还不错 接下来第三个主菜 是羊小白 那它这个熟度 应该是介于五分熟 那它搭配的一样是胡椒盐蒜片跟大蒜酱 我来试吃一下原味的鲜 完全没有羊烧味 都是羊肉很香的味道 然后它的肉质很嫩 原味就很好吃了啦 我本人比较不喜欢沾其他的东西 那如果你们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其他的搭配 再来第四个主菜呢 是热野牛排 它是美国串等级的热野 那它今天的熟度呢 是五分熟的 搭配的是蒜片 胡椒盐跟大蒜酱 我还是喜欢吃原味 牛肉的味道很香 这个肉就跟我家的猫吃的是差不多的哦 最后一个重头戏的主菜呢 A5和牛 今天呢是老饕上盖 今天的和牛是左鹤馅 然后呢 它搭配了沾酱呢 有日式酱油 胡椒米 蒜片跟胡椒盐 粉红色的肉看起来就好好吃 它那个入口即化的A5 超级软嫩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来试一下 我沾日本酱油的胡椒 我也觉得 沾一点点酱油可以更衬托出牛肉的甜味 最后呢 水果跟甜点 先上水果 今天的水果有 凤梨 火龙果 阿米瓜 跟脸乌 我们先从最不甜的脸乌开始吃 最不甜但是它也是很甜 最后这个甜点 抹茶冰淇淋 它下面有配 红豆米 然后它这个很特别的是 它这个壳 是 糯米 去烘丹的 脆脆的 有点 米的香味 我来试试看它的抹茶 抹茶的味道很浓 有点苦苦的 是属于大人的味道 好啦 今天吃饱了 今天呢 总共 我们的消费金额是大概 2万1千块 5个 这样子平均下来 在高档的餐厅里面 算是蛮亲民的价格啦 除了和牛以外 其他的套餐价格都落在2千上下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呢 可以来试试看 那这间餐厅我是一定还会再来的 如果呢 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分享 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那如果有其他意见 或是其他餐厅 想推荐我去试吃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拜拜